莫不是又入了幻觉,应该是到了灯仙梯的后阶段了,到达这里的估计没几个了,那老者应该已经下去了吧。 他一边往上走,一边想,据消息称此灯仙梯通往另一个地方,若是真的上去了,那岂不是…… 想到这里,心头不由微动,说真的,身边亲人朋友都没在这里,让他独自一人离开去到别处,他是不想去的,只是,天机老人到底让他来这里做什么? 这灯仙梯也上来了,那金莲也……不对,那是金莲呀,它空间池中的金莲,会不会就有墨臣所说的其中一颗上古金莲? 凤九脚步一顿,仿佛明白了过来,也许这灯仙梯最主要的还是这金莲吧,就算真的是让他为灯仙梯而来,如今也上来了,似乎感觉这上面也没什么稀奇的。 看了看前方,仙路中的阶梯绵延不断,他迈着步伐继续走,伴随着时间过去,渐渐离那顶端巅峰处,越来越近。 直到,他来到那尾端时,看到那最后的一道阶梯,以及那阶梯之后出现的一道虚无缥缈的门,他确实停下了脚步,没有再往前走那最后一步。 这就是灯仙梯顶端了,也不过如此,他朝那前面虚无缥缈的门内看了一眼,只可惜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到,此时的他并不知道,在那道虚无缥缈的门后面,他看不到的地方,有几抹身影,正坐在云端之上,看着那站在门边打量着的风酒。 没想到啊,没想到,今年居然还有人登上了天梯,而且还是这般年轻的一名少年郎,真是让人意外。 你真是老眼昏花了,那明明就是个女娃娃,哪里是什么少年郎? 女的? 旁边的一名容颜美艳的女子,盯着在那里看来看去的红衣少年,仔细打量了一番, 最后则是威亚,居然还真是女子,看来,今年来的这一个,最后应该是入我的门下了。 哈哈哈哈,这都多少年了,没有这般出色的凶势上来了,如今难得有这么一个,还是一个长得这般俊美的少年,怎么说,这人也应该归我门下。 你也别跟我抢了,这女孩我要了。 不行不行,我要我要。 那怎么行,我先说的。 那可是我看出来她是女娃的,就算要入仙门,也应该入我门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以上 escri геро《 thousands of neither in this video》》 乘客通关节. 感谢观看